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没有办法 也就是在就历年之前大概不会碰面了 那么对于柯文哲来讲呢 当然柯文哲也是避免不了要来问这个问题 只是我们都知道 韩国瑜毕竟是国民党籍的韩国瑜嘛 那么面对即将要到来的立委补选 尤其是在台北市这一席 国民党自己也是有派人的哦 甚至你说到了2020总统大选 不论如何柯文哲 柯家军 同样都会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也就是对手的意思 那么柯文哲如果想要借光韩国瑜 接下来我觉得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对吧 那么当然除此之外 柯文哲是说想要借光韩国瑜啦 但是韩国瑜虽然人气很高 是不是也有想要借光的人呢 我们来看会不会就是这一位 韩国女子天团的成全周子瑜 这两天媒体捕捉到 周子瑜特别从韩国返回台南老家 你看这个很多粉丝 跑到他的老家咖啡厅要来拍照 那么在国际间跟台湾 拥有高知名度的他 韩粉也要来沾光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就是有韩粉竟然在他的脸书写下说 周子瑜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跟韩国瑜有关哦 他的爸爸妈妈对他是有期许 能够像韩国瑜一样 此话一出呢就被朋友笑说 哇这真的是比扯铃还要扯 真的太扯了 韩粉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难道说北韩造神也要搬到台湾来吗 但是对于这个一天一话题的高雄市政府 针对代言人这一次再出招 被点名的是林青霞 之前说这高雄所要找的几位资深女艺人 可以组成高雄现代版的SHE 但是现在如果把林青霞啦 陈文倩啦 或者是琼瑶之间加进来 我看恐怕这个韩团周子瑜的twice有九个人 他们可以成立一个twice大队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包括周慧敏 刘德华周润发 以及刚刚在高雄办完演唱会的张学友 都是口袋名单 重点是了 这些人到底跟高雄的发大才有什么关系呢 听我这样念了一圈下来 感觉上是高雄比较想要是要举行一个群星会的特别节目了 但是另外呢 其实讲到严肃的两岸关系 我们来看到最近习近平在两岸之间的发言 不只是台湾人反弹 那么蔡英文总统也因为回应对岸得宜 所以他的网络声量也攀高了 被这个网络温度计统计之后 发现是比韩国瑜跟柯文哲都还要高 而昨天有800多位的女医登报来力挺 台湾民主也要支持蔡英文 而在国际之间我们来看一下 白宫的发言人马其思他6号发文挺台湾 呼吁北京要停止对台湾的迫害跟胁迫 而国际的学者还有当中白宫的一些前官员等等 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44人的联合声明 呼吁台湾人要团结立抗中国的威胁 那么我们再看到美加 尤其是在美国的部分 大力道的来加持挺台湾的同时 我们来看到台湾的部分 今天等一下稍后会发生的 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毅 找来了15个县市的县市长来座谈 主要是要召开两岸城市交流的相关会议 红友一边问到他就说他会去了解 吴主席到底要说什么 但是我们都知道吴敦毅即将就解禁 可以访问中国 在此时呢 国民党的主席把诸侯通通拉来 真的只是要谈两岸吗 在朱立伦抛出的这个总统初选 全民调被认为说是针对吴敦毅而来 而王金平我们昨天也提到了 上个礼拜在家里宴请韩国瑜 跟高雄的重要人士 所以吴敦毅是不是想要透过诸侯来背书 尤其是要推动他所谓的美式初选 而这样子真的就能帮助他抢到2020总统大位的门票吗 今天带您一起好好来了解 好 开始之前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郭正亮 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人王诗奇 大家好 欢迎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李博弈 大家好 欢迎这个时事评论员周伟航 大家好 开始之前我们先从北高市长要不要碰面这件事情来谈起 其实讲了很久 在去年的11月底 这个韩国瑜当选科文者连任之后 就一直说这两位过去的关系好的部署跟长官要碰面 可是怎么感觉上好像是台北比较热 高雄比较冷 现在是不是碰面可能会拖过旧历年呢 我们带你来看 连用英文都要感叹 挑战每天都在 因为连科P主动邀约的科韩会 原本传出双方敲定 1月27号高雄见 如今似乎有变数 这很奇怪 我每天都在问我 这个也没有人在安排 怎么突然一直在问这个题目 这很奇怪 小博你觉得科韩会 现在是没有这个必要 不是啊 大家有时间 不要为了见面而见面 对方其实没完想再见面 所以你现在就只好做这样的回应 不然你有更好的意见 北高态度一冷一热 科文者显得热脸贴冷屁股 现在也改变态度 变得保守 因为同时间又传出陈兵夫有一找 韩国瑜北上替他助选 反观科文者力挺成思雨 在北市立委补选这一战 可能上演另类的科韩对决 没有啊 搞不清楚 到时候立委不选会变成 有点像科韩在台北队长的感觉 不是啊 每个人都有他的朋友 所以就这也还好 过去一度惺惺相惜 如今分别盘踞南北各有势力 科韩关系随着时间改变 悄悄产生质变 三个新闻 帮忙碰到 好 我们家记者的观察是说 从过去可能甜蜜蜜 那么到现在是已经产生了质变了吗 我们来看到就以这个夜市的结盟 其实夜市结盟这件事情是 比较没有那么的充满政治味 因为毕竟这就是北高一起来发财 多好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特文哲乐观其成 但是韩国瑜却说 先顾自己就好了 任俊 我在想说 这种互相带动应该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韩国要讲得这么白说 自己先顾好 有立足点才可以出头 我觉得这当然是非常 这现实的政治考量 比如说你说北高要夜市结盟 那是怎么个结盟法 比如说双方弄个姐妹夜市的概念 还是怎么样 可是你知道其实他们在争取的是同一批人 也就是台北跟高雄 不管你做任何的活动 或做任何的促销 或做任何点值的发想 你都是希望这些人 能够到你的城市里面 去参与你的活动 那台北跟高雄 按照现在台湾 大家民众的消费习惯 大概很难在同一天的时间内 甚至两天的时间内 我今天选择在台北消费 另外一天选择在高雄消费 所以我觉得它势必会面临到 真实的状况 就是说如果要提出意见 比如说北高双层合作交流 这个是不一样的层次 北高双层合作 它可能在有些议题上面 可以互相呼应 可以互相发想 可是如果在这个所谓的游客 或者很多的东西上 它面临到实质的问题 如果你想高雄跟台南合作 我觉得这个可行性可能会高一点 比较近是不是 它比较接近 高雄跟屏东合作 这个感觉上 比较有可能发展的机会 这不就是也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韩国瑜之前 才不是提出了说高雄跟屏东 搞个什么大机场 什么之类的概念 因为它有地缘的关系 主持人发现到重点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议题上面 韩国瑜他当然必须要顾好自己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因为很简单 目前对于高雄市的讨论 都仅止于讨论 还没有具体的东西出现 为什么没有具体的东西出现 我光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高雄现在每隔月要做观光大使 我其实完全赞同 它最好有办法的话 每个礼拜都搞观光大使 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愿意发生代言 我完全乐观其成 我也支持 可是这里面会不会充满太多的变数 比如说三月跟四月 按照昨天我所看到的讯息是说 他们要做香港乐 所以这里面有提出了 想说像林夕可能是三月份 四月份要找谁你知道吗 邓紫棋 因为讲说邓紫棋 基本上因为他在高雄 而且他有唱《飘向北方》 对 但是我现在讲的叫做昨天的新闻 因为今天的新闻改了 今天的新闻面向更大了 就不排除什么谁谁谁港星 因为人太多我真的无法 因为可能待会我讲完的时候又改了 那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这样 有一种红白大对抗要 对对对 但重点是 明星都来了 对但重点是这些人都还没有联系到 那这才是我今天 我今天讲重点其实这一个 就是说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他提供了很多被讨论的元素跟空间 其实这是很棒的 我觉得如果就行销的概念 跟这个传播的概念来说 能够保持一个高雄 高雄这两次 我好歹活了四十几岁 也不会每天挂在嘴巴上 大概我这三个月所讲的高雄这两次 大概超过我这辈子所讲的 所以他其实营造了一个很好的讨论度 可是他完全仅止于消息曝光之后 他没有得向下延伸 所以很快的大家会回来检视 因为为什么 虽然现在才一月 但一月也过了三分之一 你很快二月就要说 而且你知道代言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不是说我把郭正亮委员的脸放在那边 他就帮我代言了 没那么简单 对于这些大牌的影歌星 或者他们之一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 他一定会更在乎他的肖像怎么被使用 他怎么样在他可以授权的范围里面 甚至什么样的条件 愿意让他授权让你使用 我相信这不是一个礼拜谈得出来 我相信这不是两个礼拜谈得出来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这些他在推展这些过程当中 他虽然听起来很棒 可是他没有往下 因为最后得到的就是 我们都还没有开始接触 我们只是一个发想 所以对于柯文哲来讲 你可以看得到他刚刚的那个无奈 在于是因为记者问他说 是不是韩国瑜冷了 你只能这样讲 你看柯文哲说 不然该要 你有什么更好的意见 可是我另外回了一个角度来看 韩国瑜跟柯文哲这两个人 其实你说要有合作 我觉得有难度了 依照现在的氛围 这两个人都是在网路上曾经 或现在 是占领网路高深量 你光想我们自己做媒体 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操作 我们就两个人来比一比 这两个只要一进门我们就来比 什么都能比 对对对 从身高体重年龄 再到做了哪些事 开始PK 然后到最后就是网路被讨论度 我跟你讲 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愿意 这个时间点被比下去 对就是谁愿意 那个是被打叉叉比较多的 打勾勾比较高的都希望是自己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有一个 很好的暂缓的一个时间 因为立委要补学 所以你认为立委补选是假议题 不是真的 我认为这当然也有一点原因 但是我讲实话 当韩国瑜确定代表国民党 去参选高雄市市长 而且国民党 他现在有国民党高雄市党部 主委的身份 我印象中应该还没下 当他有这些党的身份在的时候 对于柯文哲来说 没有那么单纯 所谓四跟四的交流 因为你这接下来 包含你刚刚讲说 我不能讲说立委补选是假议题 为什么 陈彬甫是国民党的人 他找韩国瑜站台 天津替义 柯文哲也有推人选 他也有推陈思雨 那你这次双肩之外 你说没关系 你们两个打你们的 我们两个合作握握手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选民 可能对他们的资责来讲 他都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说服力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就像这一篇报道说的 立委补选的对打 会让柯文会破局吗 柯文哲说 每一个人都有朋友 这也还好 所以真的就像柯文哲讲的这么轻描淡写吗 我们来看一下柯韩惠 原本的预估跟现在的状况到底如何 原定是1月27号 两个人要碰面 高雄市政府说 1月确定没有办法了 柯文哲只说 不要为了见面而见面 讲得很好 一定要有一些合作 但是你如果从上面这个 北高的夜市要联盟 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暂时恐怕还真的想不到 什么议题可以合作的 也许代言人可以互用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方法 好 现在就传说最快 龙你年后了 那么立委补选 是不是另类的柯韩对决 反而大家会把焦点放在他们身上 因为国民党的陈兵甫 会可能找韩国瑜来站台 因为现在大家都想借光韩国瑜 而柯文哲呢 他就说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 这也是还好啦 刚刚讲到陈兵甫的事情的时候 我看到现场博弈点头如捣算 所以你觉得选举真的坏了两个人的感情吗 没有 我应该讲了 韩国瑜市长 他是个很重情重义的人 大家都知道 选前的时候 因为毕竟那个时候 我不能说有没有人情压力 但很明显的 选举的整个结果出来 我觉得他还了柯文哲的情了 因为很简单 我们先讲一下韩国瑜他的状况好了 他现在是高雄市市长 之前是什么 是农场运动公司的总经理 在过去之前 有人知道他干嘛吗 没有了 20年以前 立委立委 没错 跟那个陈水扁的爱恨情仇 20年 但是20年之间他做了什么 大家不知道 听说好像有去外面念书 好像也是念失败了 那我不能说他是个失败的人生 但是他绝对不属于人生胜利组 这段时间之内 那为什么能够到今天这个程度 当然柯文哲执语之恩 他把拉进了北农去 然后呢 再经由我们民进党的议员 推破助澜 给他一些质询 然后变爆红之后 然后在民进党打压他 把他拔掉北农去高雄选 一连串造就他 可是真正最开始的时候 还是柯文哲给他很大的帮助 给他一个舞台 所以在选市长的时候 其实也不难大家讲 其实那个时候 本来就是说 韩国运动身世很好 希望他 北中南各地都去站台 所以他没有跟丁守中见面 他都去了 就刚好跟丁守中的时候 比较忙一点 所以没有时间 所以你所谓还人情 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真的要还的话 我就要还了 可是现在进入了这个状况 我可以跟各位讲 我在想 因为其实我知道党部 包括一些高阶的 都有在讨论这个事情 也希望能够从补选开始 到明年大选 能够借由韩国瑜市长 目前的声势 把整个国民党的选情带起来 他们有希望他不要 做一些违背国民党的人 该做的事情 你身为国民党 而且身为国民党的市长了 你不但只是候选人而已 可是柯文哲无党籍 白色力量 所以会不会见面 我相信以韩国瑜市长的 这种重刑的方法 一定有跟他见面 但我在猜 应该是补选完之后 所以就是农历年后 对 应该补选完了 现在见面很尴尬 来 所以说博弈讲 那个重点嘛 就是不管怎么样 韩国瑜就国民党籍的 国民党自己要选戏 代表情就是三家都 所以郑亮你怎么来看 现在的战局的演变 就是韩国瑜在选举到现在 大家还是认为 韩国瑜的网路 或是媒体声量 关注度是比较高的 他不管丢什么议题 中什么议题 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议题 可以来讨论他 就连这个冷泉 加热成温泉 也都可以来讲一下 但柯文哲显然 他的议题能力变低了 所以大家都会认为说 这个是不是属于两个人 彼此要来借光拉台 所以台北市的选情 紧张到 这个柯涵会破局 那民进党的角色是什么 我觉得韩国瑜 未来跟柯会越走越远 因为韩国瑜 未来两年没有选举 那他一定要在乎比如说 国民党内部的支持度 比如说朱立伦 不管谁选总统 还有国民党的立委 那因为柯文哲六月才要宣布 你又不确定他要不要选总统 而且柯文哲会不会推立委出来 你也不知道 所以韩国瑜没有理由帮柯加分 所以这个时候明显是柯 要借韩国瑜来加分 所以真的是他要借光脱子 当然因为他一定要往南部扩散 如果他要选总统 你难道不用往中南部去吗 所以他要搭韩国瑜的车 那韩国瑜当然不需要柯文哲 是柯文哲需要韩国瑜 为什么 因为他想选 他还想选总统 除非他锻炼 那锻炼就是完全就是 北高两四的合作 可是对不起 台湾现在不是两都 台湾现在是六都 哪有人找那么远的在合作 这是还说不通 应该找新北市 不是啊 韩国瑜要合作一定是找台南市 我是说走台北应该找新北 当然啊 当然也是这样啊 其实柯文哲他想要的是 韩国瑜代表的国民党的声量 如果他能够跟 我当然是这样 他能够跟韩国瑜见到面 所以是柯瑜需要韩 对 他等于是可以吃到国民党的盘 韩盘 好 韩盘 所以我的意思是 李座只是回到市长的角色 是 那柯文哲当然是要跟侯友宜合作 那韩国瑜就是要跟黄伟哲合作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推论嘛 那如果是就政治面 那政治面坦白讲 韩国瑜现在怎么可能去接触柯文哲呢 他自己又不选 那你干嘛去让朱立伦的民调 还继续低于柯文哲 继续害王金平的事造不起来 怎么可能呢 我觉得不可能啊 所以这个 政量委员提到的就是这一张表上面 这个是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 联合报做的 当时就是 这个柯文哲如果要选的 他要领先嘛 那是 蓝绿不管派谁 三个都领先 所以是不是像这样的民调出来之后 也更是打住了柯韩会 因为未来就是 你任何选举 你有可能跟我唱嘛 对吧 总统选举你也有可能跟我唱啊 当然是啊 那韩国瑜的立场一定是支持自己的候选人 没有任何支持柯文哲 不可能啊 这个是选前都三民害死 选了就 现在拍謝 本来说柯文哲对民进党也是这样啊 这老心稀奇了 来 维航哥 你怎么看 真的就是 真的酸气就是酸了了就是 真拍謝啦 当然这个 韩市长就任之后 格局当然会有所改变 因为你现在握有的资源比较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可以把这整个状况 放到更大的格局来看 就是 韩市府的做事情的风格 我觉得对这件事情也算是其中的一环 怎么说呢 大家都知道柯市府的风格就是 他可能会在议题重新之前 我先放一些风向出去 放一下 就是最后面都是 这都流言外传 我们实际上没有要做什么 他去看选民的反应如何 我们可以注意看到 韩市府的风格 有点类似但稍微做的转变 他们一样会先放话 但是放的都是人 不是事 不是议题 比如说他的合作的明星 他都是先放 不管你有没有谈好的 我一月要找谁 二月找 三月找谁 我都不管了 甚至感觉现在 雄雄虽然出来答应 他要做爱情产业链的顾问了 可是韩市府一样是先放 然后再去跟雄雄谈 也就是说他们在没有签任何 什么MOU的状况下 就已经把所有的名人都放到口袋名单里了 不是口袋名单 但是直接放出去的名单里 那让大家形成某种程度的话题 事能不能成就再说 同样的我认为 包括像这个跟柯的见面 在一月二七号 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非常的 老实说是有点nonsense 因为一二七大家都知道 就是补选日嘛 补选日要见面 当然是政治性太强了 不管你是要推销夜市小事 还是你的高雄碧结合 台北的相关的这些 又有卡的功能等等 都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时点 所以当时放出来 柯市府的反应是说 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 到底是谁来跟我们联络 感觉又好像是所谓的这种 高雄的这种模式了 就是先说我可能会去见谁 我会跟谁合作 那如果事情不成的话 讲来讲去好像到最后 尴尬的是对方 高雄市府就是双手一摊 说我们其实也是 没什么特别的规划 我们是很期许祝福 这些能够成事 我认为这样的操作 其实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双方真的可能 有某些互有好感的状况下 你先丢名单出来 也许之后能够事成 不过名单丢多了 我们现在看到 虽然一开始白冰冰是没有问题 还有高雄SHE是没有问题 其他的部分感觉起来 好像慢慢会有问题出来 因为像当他高雄市政府 丢零系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瞬间是有点感觉怪怪的 因为我记得零系 好像在选前曾经批判过 韩市 对韩市长的 而且是骂得很凶的生命 对骂得非常凶 就是这个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还是这么大胆地 丢出这样子的名单 不担心遭受到反作用力吗 所以其实从柯市府现在的反应 似乎也觉得说 好像有点操作的成分在里面 但不论如何 我想问你觉得柯市长 到底还想不想见 原则上来说 他们见面的话 韩国瑜比较是倾向 我那种感觉是觉得 能拖就拖 拖到最后大家忘记这一题就算了 不太可能会完全忘记 因为柯市长 如果要见韩市长的话 一定不只是基于经济议题 是 铁定是有某些政治上的意味 要去操作 但是就现在的格局来看 无可避免 就是如果柯文 只要进行某些政治操作的话 他势必会寻求机会 跟韩市长在某些特别的时段见面 但是原则上在年前是应该不可能 年后选举还有所谓蛮多个区域的补选 会在三月中进行 所以原则上来说 我觉得之后可能双方还会有一些政治操作 特别会搭配所谓市议会开议 还有立院开议的这些 会有很多的议题丢出来 包括一些地方建设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透过经济合作议题 来形述出某种政治合作的那种状况 但是必须要看在这个年前年后的一些政治局势发展 包括国民党自己党内的总统初选的状况 还有立委提名的这种拼斗的状况等等 我觉得其中牵动的部分很多 现在看起来好像韩市长是不太急 柯市府也觉得就是你不急我也不急 反正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件事情 在就职后的一两个礼拜 基本上就只有高雄在出新闻 台北台中台南 这是这个北中南 其实都没有什么刻意在制造新闻 好像韩市长比较热衷在于提升自己的声量这个部分 所以我相信台北这边应该也观察到 那如果人家这么热衷去提升声量 那可能柯市长他会觉得说 那我也没必要去跟你抽热闹 去借用我的光环或是沾你的光 这个可能就比较没有必要 好17岁讲来讲去 最后其实政治脱不了还是选举 你虽然说地方父母官要拼经济 带动整个城市行销或观光 但是大家背后看到的 还是接下来2020这一局了 所以包括柯文哲的动向 包括柯文哲有没有在选举当中 跟国民党有利益冲突 其实这个反而是现在两边在思考的 这是必要一定得思考的 因为其实从选后看得出来 网络声量其实柯文哲是跌非常的多 然后在两岸关系的发言上面 其实使得柯文哲的网络完全不可同志而语 就是一下暴跌非常的多 可是维持住那个高声量的仍然是韩国瑜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对于韩国瑜来说 其实任何人期待跟他有怎么样子的合作 对于他来说他其实都是分光给别人 就是我要把我的光芒分给别人 那谁会最需要韩国瑜的光 除了国民党内自己的人之外 对于柯文哲来说他势必也期待 可以获得一些回到过去那样子的声量 因为毕竟他跟韩国瑜的确是有过 刚博弈就讲了他也很希望可以有所谓的韩粉 拉到一点国民党这边的支持 而且因为他的网络声量真的跌很多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他如果期待能够急速的往上拉 恢复他过去的水准 他必须要做一些动作 而做一些动作 然后又要创造出网络声量 当然就是找另外的网红 因为别人这个网红已经有基本盘在了 所以他要去抢 他要去沾一下 所以这一局看起来 当然是柯的欲望会比较大 他的实质的政治效果会比较强 可是对韩国瑜来说 我觉得他没有这样的急迫性 他仍然维持住他的高水量 如果跟韩国瑜碰面 比如大家刚刚提到的点 是说因为北市的萨卡都 那么怕去拉台 就是说陈兵府怕韩国瑜去拉台到柯文哲 那么有没有一个可能是陈思雨也有机会 就是说陈思雨陈兵府 这到底是谁帮到谁 我觉得如果要把这个光环 再给这个陈思雨的话 隔太多层了 不太可能 陈思雨能不能够承接 百分之百承接柯文哲的能量 都已经没办法了 怎么去隔了两层 透过柯文哲 然后再希望能够吸到一些 我觉得那个是原木求鱼 不太可能 可是你可以从过程当中 看得出来 柯振营其实他充满了急切感 包括了陈医师 柯文哲夫人 在脸上主动披露他们家 跟韩国瑜是有私交的 他唯一一次被柯文哲 带到别人家里去吃饭的 就是韩国瑜他家 也就是说他不断地在告诉大家说 其实 哎呀 我们跟这个柯文哲跟韩国瑜 其实是私宜也有 然后知遇知恩公疑也有 通通都有 然后这个你看选后 北高可以合作啊等等 其实都是柯这边 主动性 进取性 积极性 百分百 可是韩国瑜倒是 比较守他的党的那个界线 所以他比较没有这么的狂放 没有这么的接受柯文哲 就是与其讲是说担心立委 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是担心 2020拥走这一局 我觉得立委 因为韩国瑜就是中南部啊 合作 立委补选只是一碟小菜而已啦 这个立委补选真的只是对韩国瑜一碟小菜 因为接下来国民党内要初选啦 然后要走后大选啦 对 王金平也跑去拜访这个韩国瑜 紧紧的跟韩国瑜黏在一起 说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觉得韩国瑜当然是要先顾好自己 国民党里面的那些权力之间的竞逐 然后才有余力去关心到柯文哲 我小小补一句 就是说这个的韩国瑜的拒绝不是第一次 你记得当时在台北要办双城论坛的时候 也曾经提出来希望韩国瑜能够参加 但是后来韩国瑜也一样拒绝掉 你时间太赶 没错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国瑜回来要看的就是 柯瀚真的就是选完之后 当然还有2020的大局在前 恐怕彼此的关系 没有办法再过去这样填秘秘 但对韩国瑜来说 大家都要跟他借光啦 但是韩粉居然要跟另外一位 有瑜这个字的女星周子瑜来借光 真是如此吗 国瑜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前提新台湾 大家都在研究就是说 韩国瑜这个网路声量 透过一天一议题 或者是一天一代言 这样的做法 到底可以维持多久 我们来看一下 从一开始讲到的白冰冰啊 张立敏啊 珍珍这种高雄SHE之外呢 我们现在来看哦 今天被周刊点名的是林青霞 而口袋名单当中的有 刘德华 周慧敏 还有刚刚在高雄办完演唱会的张学友 以及最近有新作品推出的周润发 哇 感觉这些天王大咖都要来了吗 现在来看这次报道 党造爱情产业链 高雄市长韩国瑜开心宣布先进度 我会拜访琼瑶女士 琼瑶女士也愿意来帮我们爱情产业链 来做我们的一些宣导啊 一些认同啊 我觉得非常的好 这时找了居民作家琼瑶 当爱情产业链总顾问 琼瑶也在脸书发文呼应 竟然被拖出来当顾问 谁叫我写了一生的爱情 而行销高雄人选名单一箩筐 在爱河畔又唱又跳 白冰冰成为高雄首位观光大使 包括白冰冰在内 网友把已经曝光代言人 组合成高雄版SH1 因为观光局规划每个月 甚至连景点活动都要找明星代言 除了已经确认的白冰冰和陈文茜 高雄单会规划找安心亚 高山致演请歌星张立敏 寿山让演员甄甄代言 三月份开出名单 有陈美鳳和作词家林夕 四月份鼠疫来高雄开唱邓紫棋 已经驾到香港的台湾媳妇林青霞 但几乎都没确认 电话要乱 高雄应该找一个台湾人吧 这些人只要勉强到高雄 等确定好再来讲 游客听到一楼框代言人 一头雾水 韩世府拼观光代言名单 还有最新版 天王留德华舞台魅力 历久不衰锁定港澳客群 周刊爆料韩世府口袋名单 包括天王留德华 张学友 周润发和周慧敏 郑荣超梦幻 但能请到几个来代言 恐怕人事未知数 三地球连关中 欧宇文高雄报答 是啦 可是礼貌实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大家都说高雄的 遍地开花的代言 其实是随复古风 怎么说呢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 年纪比较资深的一些艺人 但是不是资深就不好 因为他们各自都有市场 比如像张学友 周润发 其实他们的市场 刘德华 林青霞 周慧敏 其实都有一定的市场 只是当我们在讲到 这些复古风的时候 今天一个名单出现 眼睛一亮 但我先强调 这个不是高雄市政府 要找他们 而是有韩粉 自己来写说 周子瑜回来了 但周子瑜为什么叫周子瑜呢 他说周子瑜 当初父母帮他取名字 最后一个字取叫于 跟韩国瑜市长 最后一个字也是于 我觉得绝对不能用单纯巧合来形容 我觉得周子瑜当初父母 名字会这样帮他取 应该是希望周子瑜 遇到逆境也能奋发向上 并希望周子瑜能向韩国瑜市长 遇到逆境不放弃 韩国瑜市长最后靠自己的努力当上 直辖市长 这个奋发向上精神 正是周子瑜要学习的 其实你看 韩粉怎么不去讲林青霞 周慧敏 偏偏要提周子瑜呢 这感觉上好像有点想要借光的味道 因为韩粉发现他们好像没有年轻人的偶像在高雄 当然我不是说这样不好 因为老年人 我们台湾的财富集中度七成以上都在 五十岁以上的人手上 那他也许会考虑到 比如说大陆如果陆克要来 他们比较认识琼瑶 认识张立敏 认识珍珍 他如果是这种市场考虑 我可以理解啦 那是需要 白冰冰北部 藍宝石歌听秀也可以啦 大概六十岁的人都知道这一家嘛 可是你说要连周子瑜 那大家都来唬烂嘛 他应该也去连说 韩国瑜那个名字大概是 因为他们家崇拜宋楚瑜啊 所以采取韩国瑜啊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那韩国瑜真正名字跟他最接近的 事实上是我们演连续剧的韩瑜啊 韩瑜不是跟韩国瑜只差一个字 是耶 对不对 你要黑白刊大家都来刊啊 这刊一个我的名字也有啊 寄生于何生亮 所以就找郭正亮 我就是他的个心这样 大家都来黑白刊嘛 你要选高市长的嘛 我觉得下一个高雄市长挑战者就是一样 我们时间里想出这套剧 对啊 实在是 对啊 因为就像你看底下就有网友讲什么 他说哦 你看 你说楚瑜 我真的要强烈建议 是 我觉得像周子瑜哦 这么为我们台湾真光的美丽的小女生 黄伟泽这个新任台南市长 是 你起码也去印刀港拜奉一下 对不对 其实台南这是真的要找周子瑜 镜头上的周瑜 当然代言是我看不容易啦 因为韩团有严格规定 是 可是你礼貌上 结果这个被高雄拿去借光 这个是你台南之光 其实讲到这个代言的部分 正亮大概也非常清楚 就是像这些大咖明星 要价都是天价 真的可以说张学友一个月 周润发一个月 李青霞一个月 周慧明一个月吗 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城市都找一个代言人 其实不是不想找 是口袋不够卖客 所以高雄这么有钱 像他们还在批评说五月天 说几年一倍八万 对吧 邓紫棋一个月多少钱 你告诉我 我不知道耶 真的要查一下 我才不这样邓紫棋一个月给他免费 对不对 这种话不能乱讲 所以我刚才是那些潘恒旭 对我嘴巴少讲一点 好 来 仁俊你怎么来看 像这样的所谓已经是整个成 你说这要开所谓群星会大会串 或者是我们过年常常会看的这种什么 过年特别节目有没有 两队对抗 红白对抗 什么对抗 然后一起这样子 都可以组队来对抗了 这我其实觉得 我还是抱持我原来的态度 我觉得我也接受这种的想法跟发想 你知道其实在一般民间公司 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有个案子希望你来做 通常第一个阶段叫做什么 你知道叫提案 那提案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先关起门来 大家先想出一个不同的想法 然后大家来觉得说 哪一个可以吸引人 可是提案完了之后 对不起啊 以政府部门来讲 他会进入到另一个阶段 叫做可行性评估 也就是我要评估 就这些东西 我可能需要花多少的状况 然后我大概做出来 会有多少的效益 可能巴拉巴巴 其实民间公司也一样 为什么 你大可以天马行空 我可以说 因为现在大家对宇宙大爆炸有兴趣 我们就来谈宇宙之类的 可是你知道 我不可能带你到宇宙 它就是个空谈 现在问题就回来了 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这些所谓的口袋名单 或什么 你知道这个东西一抛出来之后 很多人会有想法 会有兴趣吗 那我们刚刚刚讲一件事情 如果到最后他发现不可行 或他做不来的时候 那这些人本来抱持高度期待的 他会不会瞬间转回 现在是去把我争取就对了 他本来会对于 对你非常有兴趣跟有意愿 他会不会变成是一种负面的情绪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大家对于高雄市政府 现在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考量到的 他有没有可能 讲这些人 然后当成一个烟雾蛋 最后送你一个大咖 那这样子是不是心里就可以被 那我们就回来看 其实我讲说 就是任何一个手段 它都有它的正反面的效应 比如说 你今天把这些人当烟雾蛋 那我如果要从另外一个解释来讲 那他是不是成为 被你消费的一个对象 那对于你今天希望 透过这个东西来发展城市观光 那会不会对你产生负面的状况 因为这些人有他们 基本上喜欢他们的人 但他会不会甘于他的偶像 或他所喜欢的人 被你刚刚所讲的那个方式说 其实这些都烟雾蛋 我们只是拿他的名字来 大家讲一讲讲一讲 给你们开心 然后引起大家的兴趣 其实我们真正当年 这个下个月 这个高雄的观光代言人 是郭正亮同学 那当然郭正亮会有他的 对不起啊 借我听一下 王子 王子 你看他 是 换了不古的发型了 所以我就讲就是 对于这些东西 就是他成为一个市政府单位的时候 他就必须去思考的 因为你是公家单位 你今天要推展的是 城市的观光行销 你希望带动的时候是正面的 所以理论上来讲 他都应该是要一个正面的注意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过去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 封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封黄色小鸭 对对对 大家都觉得说 哇 黄色小鸭能够到台湾 任何一个地方好棒棒啊 结果发现有变姜母鸭的也有啦 那也有那个黄色小鸭到最后 因为淋了雨之后 小红 对小红的 那惨的啦 流眼泪流鼻涕的 都有 你告诉我他正面了吗 我不知道 我想那个新闻大家都还可以 我这样讲你们都有一个回忆啦 就是说那个感觉上 对当时的城市来讲 有些不是很好 那甚至有一些 大家会有不同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当他在推这些所谓的行销跟代言人的时候 你可以有你不同的这个锁定的族群 你可以多变嘛 甚至我不知道 是不是搞不定会出现什么高雄阅历的这个代言人之类的 就是会把这些人放在头上 可是我想刚刚来宾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像这样的东西 它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单纯的发想 尤其在你现在连接触都还没有接触的时间点 你就先抛了一大堆可能的名字 我相信媒体不会吃饱撑着自己编这一关起门来写一大堆名单 我想那一定是有人刻意的去讲说 我们其实规划是这样 因为我特别也看到潘恒旭有出来接受媒体访问 他说他们确实规划三月份四月份是香港月 所以你总是要跟香港要能够连得上关系 总不会香港脚也拿出来讲 所以我觉得他称赞考验的就是说 你看到为什么这段时间大家高度关注 因为大家在乎高雄 大家希望高雄变得更好 我觉得不要大家觉得说 什么就是觉得说你在唱水 我觉得其实不是 因为大家在乎 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得成说实话 你能请到林清霞 请到张旭 其中一个就厉害了 有什么不好 是 可是如果只是沦为说我是烟雾档 或我只是提出来讲一讲 反正大家喜欢听 你们喜欢听我就丢一个信息给你 我不认为这个对高雄市政府 未来在整个的发展当中 它会呈现太正面 为什么 没有人乐于被这样子消费 好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带你来这个多讨论 欢迎回到前景新台湾 这个韩粉提到周子瑜恐怕不是偶然 因为当初第一时间传出 高雄的代言人白冰冰 引发一些争议跟口水战的时候呢 国民党的这个文传会的副主委 洪梦凯就曾经说过嘛 白冰冰可能是三十年前的周子瑜啊 那只要用心宣传 其实一定都能帮到忙 当然其实只要你去 行销任何一个代言人 透过代言人的魅力 一定有机会把人找来 只是多跟少跟经济效益的问题 但是就在于这样的话题创造 包括高雄市的观传局长 潘恒旭自己也都讲 现在重要的就是网路的声量 那我想要问伟航 这些人真的会有声量吗 而这些声量是可以包住高雄赚大钱吗 我觉得效益是很重要的 不要赚钱之前先花钱 因为除了白冰冰之外 现在可没讲其他人都是免费的 好的我想无疑 这个图上这几位 这是前演艺圈的前辈超级大咖 他们是一定能够产生声量 而且他们最近都有一些活动 那他们的粉丝号召力也都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粉丝的那个极克力是 没有问题跟他们十几年来 二十几年来都是一样的 重点在于这些大哥大大姐大 他其实已经不太需要赚钱了 他本身就非常有钱了 所以他今天出来代言的话 他可能考量了第一个是他能不能认同 再来就是说他愿意分享他的光环 也就是说他很明显就是他的光环一定大于你 因为他们都是国际级的巨星 所以这也不见得是钱或不钱的问题 就算出很多钱 如果你形象太差条件不好 可能也是请不到他们去代言的 所以你可能本身要非常具有说服力 但是我想在跟他们有具体沟通之前 就犯话说我们会去接触这些人 感觉就是好像已经设定这些人 一定可以得手的话 我想对于后续的相关的洽谈 可能会陷入比较不利的一个境地 所以我想其实找大咖那不用多 一个就会非常的有作用 所以如果高雄要设定 真的是这种超级国际局巨星 那就一个就好 好好经营他 如果要花钱的话就集中在一个项目上面 你不要所谓一月份代言 好像第一周过后 大家就舍弃他的这种感觉 这第一点很重要 第二点是如果这个放话 是在谈成之前就出来 会像刚才任聚兄所讲的这个样子 你次数一多 谈失败的次数一多 你的市府相关局处的信用度 慢慢的衰退 到最后面人家看你不只是否定 你做任何的事情 你都是个笑话 就像刚才前几天 我们讨论的温泉事件一样 冷泉加热变温泉 人家要的就是温泉 结果你把冷泉加热 人家要汤面 你把凉面加热 人家要周子余 你把白冰冰加热 这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 减零减零 所以重点在于说 一个政府他应该展现 一开始刚开幕的时候 应该展现一个诚信正直的形象 我说到我能做到喜目立信 就是让人家觉得说 我现在讲的东西 我可以立刻实现 否则这种状况一多 他其实消耗的都是 韩市长本人的光环而已 因为人家现在愿意关注高雄 是因为相信韩市长 真能够做出一些 能够让大家发大财的事情 而不是说 这个单纯就是要看明星 然后说看明星 转开电视就有了 也不一定要让高雄看活人 看实体 所以原则上来说 还是在于你所展现的实质效果 能不能在短中长期 设定一些明确的目标 让选民觉得说 好你今天短期一月 做到了什么事情 年中做到什么事情 年尾又能做到什么事情 如果高雄市能够在这方面 有一些具体的规划 而不是天天放话的话 我想说服力会更强一点 好 博弈现在不论如何 虽然你只是台北市议员 但是同样是市议员身份 你来看现在的所谓 议题式行销的操作方式 当然争取了一定的网络声量 可是难道这样子 真的不会伤到韩市长吗 因为这样说好了 我们都知道 韩国瑜市长能够当选 当然除了他本人长得很帅之外 他是求新求变 没你帅 没有 当然求新求变 所以既然想要求新求变 所以才会选他 要不然当时选 就是陈其迈就好了 就照着规划走 所以大家要给他机会 让他来做一些事情 那包括你说 像是请到这个白彬彬 张立彬 珍珍这个长辈 你为什么突然笑了出来 因为他都不认识 你真的认识张立彬吗 那一天徐晓星很诚实 他说他真的没见过 他不认识他 在这个出来之前 他的脑袋里面是没有这个名字 没有这个名字 对啊 可以吸引年轻人吗 他担心认错名字 你真的知道张立彬吗 张立彬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珍珍我跟白彬彬知道 珍珍是谁的老婆吗 珍珍之前因为刘家昌 家里的事情 所以认识他 因为你有听到儿子唱歌才知道 之类的 对啊 那还有连续 张立彬小姐就真的是可能 对 比较不了解 比较陌生的一些 你不知道交友交妻 这个连续剧 那是什么 昨天寇姐在节目上面讲的时候 也是突然间一阵静默 是 所以我相信这是一种创意啦 那就跟你讲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他有没有听过一个杜鞭直美 就是一个肉肉 日本人很可爱 他跳舞跳很可爱 他有台湾人的血统 对 很可爱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了 就跟交女朋友一样 如果我们找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但是没有反应 不会讲话 没有互动 这我们不想要嘛 这不能持久 所以我们要让他找一个 比较有奔土口味 所以大家有互动 有互动 活泼的 能够带动当地的这种气氛的 所以他可能的选择是带动这个 復古风嘛 所以我相信他的市长 一定用他的考量来找这些 而且跟各位报告 这个事情是余天说的 不是我说的 他说为什么会找白冰冰 是因为 当时韩国有办一些活动 白冰没有去帮他站台 能给他面子 所以之后呢 就来请他代言 那余天就酸了一下 他说他帮民进党拼死拼活 大选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找他站台的 民进党趕快回应一下 你看看被中疆了 余天站台多 很多人都邀请余天站台 他说大选之后没有 对他说大选之后没有 对他说大选之后没有 一个都没有 你说大选之后 对一个都没有 各县市政府要反省 这我不是 好 所以你要呼吁一下 当然当然 新北市政 余天的唱歌真的还是一流的 一流的 对 重点是还是很重要 我觉得他可以把他当 柯文哲当作一个借禁 柯文哲当时的状况就是 话讲的就是很快 后面可能无法收尾收得很漂亮 就造成了 从四年前的赢这么多万票 到四年之后 票数差距这么的大 那韩市长 当然他的光芒很大 他趁他现在 火力最旺盛的时候 这个光芒最猛烈的时候 多做一些 也许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有可能会成功的 但只有一个很大重点 就是你已经讲出 这么多大牌来之后 你无论如何 要请出一个大 再怎么来找一个出来 对你不能够真的是找到 只有白皮皮 我会觉得稍微 不太够力啊 好 你看这个博弈 讲得很实在很诚恳的 说今晚你还是要 找出一个大咖来 时期你觉得这整个事情 我们讨论到现在 也好几个礼拜了 很多观众都说 不要再讲代言人了啦 你一直讲 明天就再讲一个新的来 但是这些人 真的就是只是要让我们 透过电视 透过话题 一直持续这样讲下去吗 我觉得看起来 就可以发大财吗 我觉得看起来是这样的策略 因为这个观光局长 已经有说 他认为有声量 有讨论其实就是一件好事 某种程度我觉得 也对高雄来说 高雄从来没有这样热烈的 被讨论过 这也是事实 那所以当大家 不管是在讨论白冰冰 或者是讨论张立民啦 林青霞这些的时候 其实都某种程度跟高雄 是要找他们代言 跟高雄都做上了某种程度的连结 所以高雄的能见度 是被提高的 是被讨论的 好 那所以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对高雄来说 有没有好处 说不定真的有好处 因为大家可能 未来 我在想说 要去哪里玩的时候 脑中就会浮现高雄 不一定你是浮现出 这个张立民 或者是林青霞 或者是周慧敏 可是你会觉得 高雄好像很多人在讨论喔 说不定这是一个 新的策略 话题失效的方式 说不定是这样 那可是我仍然希望说 不管是谁来代言 当然都会有可能有 他的粉丝 会有一些效益 但是整体来说 高雄市政府 看不太出来 有一个主轴 因为很散 散弹打鸟的感觉 这边也放一点枪 那边也放一点枪 到处到处撒 那所以整体你 期待获得的效果 是什么 看不太出来 而且我觉得 对政府单位来说 最重要的是信赖度 也就是说 当你不断的抛出这个议题 那个议题 这个人 引起讨论的时候 到最后 还是得被检视 那你有没有成一件 你有没有半成一件 但选举的时候 网路声量好重要啊 我们等一下也会来讨论 网路声量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就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没见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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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